Omicron再度变种出现新的亚变异CH.1.1 被名为希腊神话中的双头犬 可怕之处在于它出现L452R突变 这个突变曾在致命性高的Delta病毒中出现 因此CH.1.1恐怕免疫逃脱和传播力更强 目前已被世卫组织列入监测 在美国新增病例占1.5%位居第五 而目前全美头号主流病毒株已是XVB.1.5 占总病例数的61.3% 疫情还在烧但解封后的大陆春节旅游潮爆发 河南清明上河园放眼望去都是人 敲上万头传动 网友笑称清明上河图都画不下这么多人 郑州全球最大医院春节后医院门诊爆满 挤满看病的人堪比春运 后诊区座位都坐满 全球疫情逐步解封 南韩30号起不再强制室内戴口罩 学校幼儿园养老院健身房都改为 建议戴口罩 南韩口罩令解除后确诊隔离七天 将成为当地仅存的唯一防疫措施 日本第八波疫情侵袭死亡数居高不下 一月多达10,124人死亡 单月死亡数首次破万 连续两个月刷新记录 看不到疫情终点 记者综合报道 海黄鲍鱼干杯XO酱 里面有严选新鲜的顶级海鲜 跟秘制的独家配方 还有富含胶原蛋白 还有年多糖低脂肪的高蛋白 肉质鲜嫩 EPA跟DHA的含量更是丰富 现在购买还有优惠哦 输入我的优惠代码 ZTI714 享有折扣哦